本 Stefano 时间还早 现在去哪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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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西汉宝贝可真不少啊 老弟你不会是嘴上说做义工 岂是偷偷在这里寻宝吧 不 没这回事 我还会觉得有不事 这是什么机器 还有屏幕跟键盘 难道是操控自动机兵用的终端 你看 这里还贴着纸条呢 培尼亚谢尔盖耶夫纳 这是物主的名字吗 怎么听着有点熟悉 简介 这都是文物 你别乱动 万一弄坏了就不好了 你来了 我们俩正等你呢 好久不见 开拓者 我本来提议直接在群里聊 但姐姐坚决不肯 辛苦你特地跑一趟啊 这都是姐姐的主意 她说这样比较有密谋的感觉 不过我也碰巧在博物馆帮忙 索性就随她在这里等你了 其实这次请你来这里 是想和你聊聊我们家林可的事 原来你们认识 那就好说了 她最近刚从雪原科考归来 但状态一直不大好 似乎有什么心事 她也不想告诉我们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很担心她 想帮她的忙 但又实在毫无头绪 我上次遇见她的时候 她似乎正准备去雪原 跟某人见面 还问我要了一套卢具 可不管我们怎么旁敲侧击 她都不肯告诉我 到底要去见谁 我这姐姐当的真是憋屈 所以我和老弟不得已才想了这一招 想请你带我们去侦查一下 还有一个请求 希望你务必不要被她发现 否则林可肯定又要对我们发脾气了 谢谢你 我们确实是放心不下 她随便和陌生人见面 她经常一个人前往雪原考察 我们也一直相信她能保护好自己 但毕竟这次情况特殊 要是她被坏人利用陷入危险 就糟了 对了 你要去找林保的话 还得知道她长什么样吧 放心 她很显眼的 她跟我俩一样 一头金发 然后个子比较小 平时总会带一顶白容貌 如果我没猜错 她应该会再靠近雪原 有早安 严格 还有你 突然意识 叶 她去找赴 汉 全了 严格 让她是 诶 我 咱们 我 你 你 我 你 和希鲁瓦描述得有点像 那应该就是林可了 先在这里观察状况吧 冰宝 我来了 嗯 我们出发吧 哇 原来从行政区到雪原要花这么久啊 好大的雪 感觉比北方山脉里见到的还要大 不出意外的话 雪在入夜前还会越下雨大 嗯 我们得先找个合适的地方扎营才行 嗯 我记得这个 你在录营手册上也是这么写的 露营地必须平整干燥 被封被阴 最好是地势较高的地方 不愧是你 记什么都这么清楚 不过 这附近应该很难找到完美符合所有条件的露营地 我们就一起边走边看吧 当然 还得方便观测极光才行 嘿嘿 谢谢灵宝 那就交给你了 我会乖乖跟着你的 平整干燥 被封被阴 地势药膏 还有方便观测极光 嗯 好难挑啊 这个坡道的视野好像很好 观测极光感觉会很方便啊 不 这里是风口 还有边 嗯 这里倒是被风被阴 地面也很平整 但 但四周都是山崖 如果遇到落石或者他方就危险了 而且这里视野也不是很好 啊 我想到一个好地方 离这里不远 跟紧我 嗯 啊 好 好 我们好像走进死胡同了 难道 灵宝说的好地方 就是这里 没错 这里是通向坦特谷的必经之路 虽然两边有矮牙 但我先前已经为了通行方便清理过了 不必担心坦塌 而且 这个季节的山峰通常是北峰 这两座矮牙正好可以为我们挡住血缘的抢缩 这也是不能在刚才坡道上扎音的原因之一 我完全没注意到这些细节 陆营原来这么深奥啊 也不是了 只是贝洛伯格之外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而已 如果这里的天气像城里一样好 那只要找个舒服的地方扎音就可以了 也是 希望那一天能早点到来 不过这里的事业似乎不是很好 看极光的话 这里没问题吗 这个悬念留到最后再揭晓 我们先把帐篷搭好 然后一起去收集今晚要用的食材吧 好 那让我来试试吧 录音手册上相关的部分 我已经全都背下来了 好啊 那我先安装炉具好了 如果觉得拿不准 随时来问我 啊 炉炉怎么启动不了 老公 查不出原因 问问佩拉吧 奇怪 手册上是这样说的没错啊 啊 灵宝 你快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我明明已经按手册上说的来了 可这帐篷怎么还是摇摇晃晃呢 嗯 我来检查一下 指甲 横杆 懒绳 都没问题 哦 原来是地钉 啊 这样就好了 是地钉的问题 忘记说了 在这种积血比较深的地方 要用实心的铅铁钉才行 原来如此 现在看起来确实稳固多了 不愧是灵宝 这就别夸了 毕竟是我疏忽了 哦 然后不巧的是 你能看看这个炉具吗 它好像坏掉了 啊 好啊 让我看看 嗯 应该是地水燃料的几乎原件坏掉了 你有备用的吗 没有 姐姐和我说 这个是全新的 该不会是我拿错了吧 那今天 岂不是只能用地水生火了 会我特地跟姐姐要了这个 没事没事 这种原件很常见 保不齐附近的废墟里 就有能用的替换件呢 你先帮其他的吧 我去附近帮你找找 啊 顺便也收集一下食材 啊 我 我也来 收集食材是可以 但那个原件肯定很难找 先找找看 实在不行 就让你在手册上说的 看柴生活好了 哦 其实我有备用了 这座废墟里 或许就能找到炉具的备用件 让我看看 你不会是想钻进去吧 当然 毕竟想要的东西 不可能自己钻出来嘛 那 注意安全 嗯 找到什么了吗 元件没找到 但是找到了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吃就吃了 可以哦 没有编制 多亏了寒潮啊 不然我们根本吃不到 七百年前的生鱼片 七百年 这座雪堆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我来挖就好了 你不用动手 这也是露营的一环嘛 就让我体验一下吧 哦 好吧 哦 果然有东西 这个 好像是萝卜 没错 这是雪地萝卜 味道甜甜的 很好吃 哦 不对 这应该是正在东眠的雪地萝卜兔 啊 所以原来是只兔子 是的 这种兔子的外形特别像雪地萝卜 耳朵是叶 身子是筋 它冬眠的时候会用土块包裹身体 看上去就和地里的萝卜没有任何区别了 原来如此 那我们还是把它放回去吧 嗯 这样对雪原伤太比较好 还是留在营地附近比较好 我方占据优势 目标标本出现 开始进入支援 哦 被钉了个包 嗯 嗯 嗯 真查到地方 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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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板条箱看起来很可疑呀 说不定能找到萝卜的替换键 那让我来打开它看看吧 啊不用不用 没帮你别操心 放着我来吧 哦 哦 这是什么 这是一股红肠 看起来是的 而且大概是不久前才被放在这里 难道是贝露伯格野人屯的食物吗 是什么 贝露伯格野人是什么 是一种传说中的生物 它的外形介于人与缘之间 近似成年男性 毛发是深蓝色的 而且它深处鬼没 整个贝露伯格都找不到能证明它存在的确切证据 我也只是偶然看到过几次 但刚想认真拍个照的时候 就发现它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觉得 这股红肠 有可能成为轰动贝露伯格的科考发现 我们把它带回去吧 可是你看 这里好像写着字 桑什么什么鸡 中间看不清楚 但好像是个名字 这应该不是那个什么野人的屯粮吧 还是说 野人也会写字 别 别伤心 灵宝肯定还能找到其他证据的 至于这股红肠 还是留在这里 等物主来拿吧 还是留在营地附近比较 啊 这个树干里 怎么了 好像有好吃的 啊 就这样 把它撬开 啊 有了 呃 这是 是你太雪阔鱼 才会根据周围环境 将自身重塑成与之接近的模样 一次伪装自己 非常可爱 可这东西看着不像很好吃的样子 不 这种铺鱼在火上烤过之后 口感会变得非常好 可能有点像 雪地鼠 后面那个听上去也不能吃吧 这股级应该搜索的差不多了 佩拉 我们回去吧 只能回去了 可惜没找到卢具的替换剑 没关系 我们用地随生活就好了 一起回去吃饭吧 佩拉 嗯 怎么了 其实 那营地里好像有种 灵帽 等等 营地里的那个东西 是很危险的猎剑生物 嗯 我也看到了 可 它好像没什么敌意 长得也挺可爱 圆滚滚的 别被外表骗了 历年在猎剑里失踪的营踪铁卫 有两成就是因为不听指挥 擅自追逐这种猎剑生物 才没能归对的 我们还没研究清楚 这类生物的习性 但有一点很确定 它肯定具备某种 蛊惑人心的能力 我们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但是这个小家伙 上次还给了我件好东西呢 也没有伤害我的意思 那应该就是它 蛊惑人心的伎俩吧 还好你们遇到危险 为了安全着想 我们还是消灭它吧 猎剑生物是贝露伯格的敌人 不值得信任 但是 什么 之前我都没来得及给它拍照 但现在是个好机会 至少让我拍张照吧 佩拉 身为科考人员 这也是我的义务 我明白了 但快门的声音和闪光灯 很有可能会激怒它 哦 它注意到我们了 它可能正在寻找 袭击我们的机会 小心 怎么算是拍到了 它不见了 冰宝 小心偷袭 不用紧张了 佩拉 那个小家伙的习性就是如此 只要受到惊吓 它就会以一种奇妙的方式 像是不见 这是我经过长期观察总结出的经验 至于那些失踪的铁位 我想应该是在追逐中迷了路 所以才都没能全身而退吧 对不起 是我太敏感了 不用道歉 紧慎一点是好事 总之 危机解除 我们可以好好准备露营餐了 那个小家伙好像掉了什么东西 这些是 这些 太好了 灵宝 你快看 居然是地水击荷原件 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 你呢 灵宝 找到什么好东西了吗 没 没什么 好像只是一些古董 能 能找到这个零件真是太好了 快让我们把炉子修好吧 灵宝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 没有没有 是你的错觉 好吧 我到你玩了 你先休息一下 让我来看看这座炉子吧 你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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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了 这莫非是什么魔法 我怎么什么问题都看不出来 不是什么高深的技巧了 我只是先前跟着西路瓦学了两手而已 姐姐 是啊 就是她 怎么了 哦 没什么 只是 偶尔挺羡慕姐姐的 毕竟她什么都会 你不也是吗 你想 极地探险专家和机械专家 不都是专家吗 在我看来 你和西路瓦一样厉害哦 而且 林宝想从她那里学点什么的话 应该不难吧 她肯定很乐意教你 毕竟你是她亲妹妹嘛 话是这么说没错 先不聊这个了 天色不早了 我们开始做饭吧 好 我最期待的环节终于 啊 不是 我最期待的 当然还是看机关了 总之 我们先清点下食材吧 根据经验 每种食材都有自己独特的功效 组合在一起更会有意想不到的功效出现 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好 随意试试吧 哦 十七百年前的生鱼片 还有可爱的你太雪阔鱼 感觉 感觉 好像都不太适合放进嘴里啊 没关系 做成火锅就没问题了 只要加入奶油和饼干碎 再加入我准备好的飞鱼罐头 飞鱼罐头也要加进去吗 那么 今晚的主菜就决定是这个了 就让你见识下我的厨艺吧 那个 要不让我来做吧 林邦你就休息一下 哎呀 没事 交给我就好了 超级美味的雪原大乱炖做好了 啊 好香 我要开动了 啊 吃得好饱 现在 我们只要等激光出来就好了吧 应该再过不久就会出来了 在那之前 就聊聊天吧 佩拉 为什么忽然想一起来露营 啊 你以前不是说过吗 平时太忙了 休息时间只想摊在床上 啊 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对不起 哪有什么添麻烦一说 虽然我确实不喜欢和人打交道 但这毕竟是和好朋友一起露营嘛 我很开心 一点都不麻烦 嗯 你老是这样 这次露营也是 从开始到现在 你就一直在懒活 真的没这个必要啊 交给我就好了嘛 露营就是要放松 不用老是紧绷绷的 是啊 但是 我觉得这次露营还是很开心的 毕竟终于能试着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给其他画的那些漫画不算吗 嗯 毕竟还得藏着掖着 总觉得不自在 啊 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 也许吧 要是我也能像你一样就好了 我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 我只是有点受不了哥哥姐姐 受不了他们总把我当成小孩子 他们两个都是很厉害 很优秀的人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和他们相处的时候 我总会感到压力 我明明已经长大了 已经有足够的能力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能停止操心 让我放手去做呢 家人就是这样的呀 对不起 不该说这个的 我有点太激动了 没事没事 反正 我连他的样子都没见过 极光啊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冰可 当心 有怪物靠近了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没有 先专注于战斗 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 开始本次记录 开始本次记录 让步行 多了 目标标本出现 不出效 多了 还有 对不起 我 不 就是我来打破的 独特 你 敌方数据是 收网标记激活 立下来 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 你 竟不合适 你 速晨速决吧 你 好疼 要开始了 你 好疼 你 好疼 好疼 要开始了 你 好疼 你 好疼 好疼 没想到 猎界怪物会突然出现 大概是被我们的炉光吸引来的吧 平和危机明明都已经解除了 怪物怎么还是到处都是啊 你突然耍什么帅啊 等等 不对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佩拉 这个人是谁 嗯 他就是那个拯救了贝洛伯格的大英雄 原来如此 谢谢你 不光拯救了贝洛伯格 这才救了我们两个 不过 其实我也想问 大英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算了 我已经能猜到个大概了 是哥哥姐姐找你来保护我们的吧 他们总是这样 做那两个人的妹妹 想拥有点私人空间真的很难 那你就更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了呀 好了好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哥哥姐姐太爱操心 况且大英雄也救了我们 既然你跟了我们一路 想必也知道我们来这里录音是为了什么 留下来 我们一起看极光吧 应该快要到极光出现的时间了 啊 林宝林宝 你快看 跟我来这边 哇 哇 星河睡见之后 这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极光了 我们很幸运 是啊 很幸运 真好呀 吃了林宝做的饭 还看到了极光 这次雪原之行 圆满结束了 嗯 佩拉看起来很开心 哎 我 也没有很开心了 真的 对呀 实话是说嘛佩拉 我 好吧好吧 确实是一次开心的经历 多亏了林宝 还有你 那接下来怎么说 就这么结赞吗 还是说 晚上要不要再约个夜香 好啊 听说行政区南边新开了家不错的肉排馆 正好我们一起去试试看吧 哇 听着不错 那就这么定了 现在暂时解散 夜里再见了 哦 佩拉 稍等一下 哦 怎么了 这个 给你 这 这是 修好罗具之前 我在地上找到的 我猜 我猜 大概是那个圆功果的 猎界生物有下的 我觉得 你还是亲自确认一下比较好 佩妮娅 谢尔盖耶夫呢 我知道了 谢谢你 明白 那 我们晚些时候 就在这里会合吧 我先失陪了 嗯 嗯 去机械屋 找老刀姐弟聊聊吧 这问题吧 这个问题吧 你和伙伙优优优独播 怎么还是不连接呢 别急 主持人 我看望望望 我和老弟刚刚才聊到你呢 林可的那件事 怎么样了 好 原来那个陌生人就是佩拉呀 该怎么说呢 这倒确实是领保的风格 不管怎么说 这次多亏有你在 不然 老弟怕是要担心的 觉都睡不好了 我 你太夸张了 姐姐 至于之后 该怎么和领保沟通 我们俩还得再考虑考虑 你这次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谢谢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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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 好了 性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猜 你应该不知道佩拉母亲的事吧 佩妮亚谢尔盖叶夫娜 十六年前意外罹难的 贝鲁伯格最优秀的极地探险家 当时的极地探险队隶属于银宗铁卫 所以是有官方许可的 还是言归正传吧 其实十六年前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一年 佩拉出生了 听说那时的佩妮亚女士不过自己的身孕 坚持驻扎在血缘营地里 虽然不能上一线 但是还可以留在后方做些文书工作 然后 终于有一天 重要的时候到了 不幸的是 那天发生了严重的意外 再加上探险队遇上了暴风雪 营地的人和外界断了联系 大家当时都束手无策 我一直的庆幸的 大概就是佩妮亚能够顺利带生吧 软弹 如果科考队的前辈们说的是真的 那应该就是佩妮亚女士留下的遗物了 佩妮亚女士生前委托了同事 请她把自己的终端机和软盘带回贝鲁伯格 据说 那里面存着她给佩拉留下的宝物 她说 等到佩拉成眠 自然就能够读懂其中的内容了 然而 那位受佩妮亚女士委托的同事 在返程途中遭到了链接生物袭击 慌乱中 软盘不知道被落在了哪里 到最后 她只保住了那台终端机 至于具体内容 除了佩妮亚女士本人 谁都没有读到过 她们只说 她给佩拉留下了好多好多封信 哼 她感知到佩拉时期 一直到分娩那天 一天都没有落下过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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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你陪我去个地方吧 机械屋 我在那里等你 哥哥 姐姐 我回来了 林可 你终于回来了 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 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还是像块木头一样老弟 欢迎回家 刘宝 乖 没事 没事 血缘里一定发生了不少事吧 辛苦你了 接下来让我们稍微独处一会儿吧 谢谢你了 给他们一点私人空间吧 了解 凤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